说到立法院成立什么什么的调阅小组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去年疫情很严重的时候 国民党在做什么 还记得敦目舰队 敦目舰队染疫 国民党忙张在外交国安委 因为成立说到这个调阅小组 那调阅小组要看什么呢 要看航机记录表 谁想知道台湾中华民国海军的舰队的航机 为什么要招令报告 为什么一个舰队在航行过程当中 舰长对整个官兵的指示的内容 要摊开给大家看 到底国会议员知道这个 对于疫情的防治有没有帮助呢 这些当时在野党也是说什么 这个为了疫情防治 这个有什么不能见不得人的 但是当然就很奇怪 这些资料是谁最想知道 谁最想知道中华民国海军的部署 谁最想知道敦目舰队过去 到我们相关的邦交国家 或者说一些友好国家 我们的航机 那国民党到底在为谁要求公布这些资料 那同样的道理我们也知道 这一次在疫苗的采购上 我们也跟一个中国的代理商 疫苗代理商嘛 对不对 也要发生了这个要代理的一个问题 结果这个代理商宣称 他取得的是欧洲疫苗 整个亚洲地区的代理权 所以台湾不能跳过他 奇怪 那台湾要取得疫苗 那有这么困难 那好不容易取得疫苗了 要把这些疫苗的相关的内容 在违反商业的协定之下 把它接诸于工作于市 那我们要知道 我们上次在为了那个 疫苗的代理权的时候 上海那个代理权的时候 说这个商业讲好的事情就好了 国家怎么可以跳出来干预 那这回是立法院在野党 利用立法委员的职权 他要来干预 我们虽然疫苗 是我们国家的采购行为 但是对方是商业公司 那我们要取得这个疫苗 有没有一些商业上的规定要遵守 再说最后 这个疫苗的价格有说 要发国难财 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吗 我想这里面有一个观察 过去对于这种 刚刚我们议员 是这个坤城所说到的 穷究到底 到底是为了什么 其实在中国的这个社会 因为资讯不透明不公开 所以网民有一个特性 中国官方说不相信 小道消息特别流传 你看郭文贵就好了 郭文贵在海外 有那么多人相信他说的话 但是如果持平来讲 我们不是说他的内容立场怎么样 从新闻报导查证的角度来讲 多少能够证实 可是这样的内容 你去看 在美国地区的华人 如果是像台湾这种来的 对于这种 一般的查证的程序 没有的 孤望听之 但是来自中国的华人 对这样的内容是趋之落物 觉得这个就是 因为中国这个地方太多的假 所以什么事情都可以拿来质疑 但是台湾在业党所提的这些要求 要成立调阅消息的要求 哪一件事情经过了 卫权统治解研之后 新闻自由言论自由 那么多的时候 大家是见怪不怪了 不是说没有人会去质疑 而是说大家在质疑的时候 多数的社会大众是相信说 这种事情不是你拿出来用 完完全全球的华议论 你就有得到可以接受的基础 而是要检证 所以在业党用这种方式 我们在立法院议论也是这样子 一个招委 我们的临时提案 都是要拿到大家委员面前 看过才能讨论 有读完了就可以表决的 我还是觉得蛮压抑的 当然了 议事的攻防 你可以穷其所能的去做 但是最后你还是回到 议会的多数 还是多数决定 那今天这个议事录的确认 因为人数他们也知道 这一次在议事录的确认当中 一定会遇到民进党 在该委员会相对的人数多数 所以他没有办法 在议事录的确认上 透过表决的程序 确保他们上次突袭做了决定 透过人海战术 用一个霸占主席的方式 让这次不能成会 那不能成会 那上次的议事录又如何呢 其实好了 推幻不想 就算是上一次 陈玉珍召伟 利用召伟职权所做的 一个不合程序的决议 这个调阅小组成立之后 又能做什么 敦目舰队的调阅小组 到后来 一样嘛 你委员要知道 我说给你听嘛 但是国防的机密 你能够承担泄露的责任吗 所以我是觉得说 采购疫苗的调阅小组 到头来要问问国人 在野党 以这个方式为由 目的是要达成 什么样的疫苗的防疫效果 如果能够清楚交代出来 我想纵使程序有瑕疵 民意还是会支持 如果不能告诉国人说 这到底对我们疫苗的采购 疫苗的接种 防疫有任何的建设性的作用 那我想在野党 只是再一次的 让自己珍贵的监督 政府的权力的公信力 一股荡然无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